好的 天氣這麼熱 像剛剛觀眾朋友會長 他也有講一般來說呢 傍晚以前都是不適合出門 非常容易中暑 像是這個Clement 他也說一般來說都是下午三四點之後 才會有人去玩這個郵具 的確提醒大家這麼熱的天氣呢 其實很多醫生也有建議 在下午四點五點之後再出門 相對來說中暑的風險也會比較低 那今天健康時間呢 當然我們要來聊到就是 這麼熱的天氣 大家一定都會要吃冰嘛 吃冰當然就可以消暑 但是我們其實先前有幫大家講過 像是冰淇淋這些義式冰淇淋 這些冰的熱量都非常的高 那如果像是雪花冰 暴冰這一些的熱量 哪一些又是熱量很高 吃了很容易發胖的呢 今天也幫大家整理哦 其實還是有一些地雷 分為紅黃燈 三個區域 紅燈當然就是熱量最高的 首先我們在大家來看到 熱量陷阱營養師就提醒亮紅燈的 包括像是黑糖的暴冰 還有很多人喜歡吃的芒果雪花冰 馬薯冰這個夜市一定要吃的 還有糖水豆花粉圓冰 還有花生捲冰淇淋 這些都是非常好吃的冰品 但是他們通通也都是熱量陷阱 尤其呢像是雪花冰 它其實是用鮮奶煉乳加上鮮奶油 一起下去打出來的 所以它的熱量通常都是200到400大卡起跳 這熱量幾乎就相當於一個便當的熱量 如果再加上配料的話 這真的不得了 這個吃了一碗 幾乎一餐就可以不用吃了 那如果好一點的呢 覺得這些熱量非常高 黃燈區熱量稍微蠻高的 我們來看到有哪些像是泡泡冰 還有連豆漿豆花 相對來說熱量都蠻高的 如果這個豆漿可能是無糖 豆花也沒有甜 也許可能好一點點 這個提供大家參考 那麼綠燈的話呢 比較相對熱量比較低 像是香蕉冰 拔布還有疙冰這些都算是這個吃下去 比較不會一起吃到很多熱量的 所以如果今天你有很多選擇 進到超市裡面 想要這個選熱量低的冰品的話 這幾種的話提供大家參考了 那麼營養師也有提醒 像是我們吃冰 可能有些人都喜歡加配料 這個時候呢可以加這個豆花 爆冰這些加料的冰品 如果可以選擇愛玉仙草 這些比較清爽的配料 當然這個熱量就比較低 寒天這一些都是特別提醒 糖蜜過的澱粉類 包含像是花生 紅豆芋頭跟煉乳 這一些都是熱量非常驚人的配料 那好我們剛剛講到這個 天熱吃冰品要注意熱量 為的是什麼呢 當然就是大家為了想要減肥 不想要發胖嘛 那想要減肥大家都知道要運動 可是現在大家上班壓力都這麼大 要擠出時間運動相對來說是比較困難的 但現在呢 肥胖專科醫生給大家另外一種選擇 而且聽起來好像比運動還要容易 也就是如果你每天通行走路 做家事其實這一些通通都可以減肥 而且減的還不少 我們來看到他們說這一種叫做 非運動性活動產熱 它的簡稱叫做NIT 它熱量消耗其實還蠻高的 我們來看到運動一般來說你消耗的熱量 佔一整天的5% 但是呢我們剛剛講到這個 非運動性活動產熱呢 它佔整天熱量消耗的15% 看起來比運動多蠻多 幾乎是多了三倍左右 那這到底NIT包含哪些呢 其實像是我們剛剛講到的 在通勤時間的走路 還有遛狗 作家是買菜跟園藝活動 這一些都算是這個NIT的 這個非運動性活動產熱 這個最重要醫生就講 其實這個NIT重要性在於 你要離開你的屁股 要離開你的椅子 不要一直長時間的坐在椅子上 只要有達到這樣子的目的 有一些基本的活動 其實都是可以幫助我們減肥的 我們舉例來看 以一名50公斤的女性而言 她一天大約要消耗1800大卡的熱量 如果她一天去慢跑30分鐘 其實只能消耗205大卡 但是她如果用了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非運動性產熱 就是她打斷久坐 她適時的起來走一走 或是通行的時候走一走 其實她一天可以消耗 大約270大卡的熱量 比慢跑還要多 醫生其實有特別舉例 她說她有一個這個病患呢 是一個居服員 她平常很忙沒有時間運動 但是因為她是居服員 她每天都要照顧臥床的個案 幫忙洗澡翻身打掃 一個月下來瘦了7公斤左右 哇這真的非常吸引人 感覺好像不用特別到健身房 做一些很累的運動 時常的這一些勞務活動 其實就可以幫忙減肥 他們也有發現 一般來說現在很多過重的人 其實他們都是缺少所謂的 非運動性產熱 他們很少這樣做 可能很少走路 大部分都搭車等等的 所以明顯的就會變胖 如果她只要增加活動 她其實一天可以消耗350大卡 算下來一年可以減少16公斤這麼多 那麼所以提醒大家還是不要懶惰 醫生就提醒 像是你平常做60到120分鐘 這麼一兩個小時的時間 最好記得起來走路5到10分鐘 這是提醒給上班族參考一下 這個也可以降低所謂的代謝風險 那當然像看起來這樣 好像減肥就容易多了 給大家參考一下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